哈喽 搜狐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徐昕文 我选这身衣服就是因为它剪裁很好 然后这里有一点 bling bling的小薰件 这个肩带一条 就很像那种项链 所以我脖子上就没有带别的东西了 我就很喜欢 未来感 科技感然后理念非常的吸引我 我记得有一套像云朵一样包在这里 然后这是一个大裙子 超级长 非常的吸引我 我眼前一亮 然后还有一个绿色的 绿色的上衣跟绿色的 就很干练的有一套 我就很喜欢 然后都拍下来了 我觉得屏幕人生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肉眼看见的 奇迹人衣服好看 有的时候可能往往不是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衣服 是在肉眼看也好看 上屏幕也好看 今天直接把屏幕搬到舞台上来 我们已经是屏幕时代了对不对 就对着手机 我们会拍照 我们会录视频 我们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都与屏幕有关 所以它今天直接把屏幕搬到上面来 会让我觉得 就是其实科技已经跟我们息息相关了 那我们的服装是不是也是要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理念很吸引我 就是沾花呀 然后那种绒花呀 那种很难做的 中国节啊 刺绣吧 因为我妈妈会 绣一些刺绣 因为我手工不好 但我妈妈会 但我很喜欢了 对我觉得这些元素都融入到 我们的衣服设计中的话 我觉得是体现了我们中国的一个 对自己的文化抵御的一种自信 我是中性系的 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 就是穿西装是我最喜欢的 对 然后一套然后穿个T恤 穿个牛仔裤这样子 会让我觉得很干净 然后干脸 对会让我觉得很安全 逗逗鞋 太吓人了 那个是我一直不敢尝试的 如果穿得非常的亮眼 就是它颜色非常鲜艳 比如说荧光绿呀 什么这种颜色 我可能会 一下子就看到它吧 人群中最闪耀的那一个 也没什么 就只是敢穿一些吊带而已 这也敢说 我最近在准备自己的EP了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多多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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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